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柯志恩 將舉辦11場的分區接獎 今天7號晚上首場登場 選在高雄的三鳳宮 合體談談市長參選人謝龍介 不要煩惱聽說北人 我在講話他都會撒傘給我 因為他聽完後會感動 所以你們不用走 拼不走的喔 我跟你說我身份 這大名回去還要頂小 真正落後大家都沒有離開 都沒有離開 這是柯真最感動的時尊 國民黨需要改革 國民黨需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我今天從台上站在下面 風吹雨打不懷堤 我就是跟各位站在一起 柯志恩與謝龍介在入場前 先特地到了三鳳宮 先焚香參拜 謝龍介致辭時呢 剛剛有看到下著間歇的小雨 現場民眾卻也是熱情不減 不停的喊支持 動算動算啊 謝龍介也開玩笑的說 老天爺都在我致辭時呢 會下雨因為感動啦 落淚了 那支持者也熱情大喊 沒有離開啦 柯志恩支持的時候呢 是特地走到了台下 跟支持者站在同一個高度 大談教育理念 說不會舉債蓋房子 會舉債為了孩子 這個年底 台北市長選戰呢 成為了焦點戰啊 那根據搶先曝光的 美麗島電子報台北市長民調呢 國民黨參選人 蔣萬安為29.6%的支持度 五黨籍黃珊珊是28.1% 民進黨陳時中是27.8% 其實仔細聽下來 誤差值都非常的小 媒體人吳子嘉就認為了 他們三個人就像麻花捲一樣 糾纏在一起了 沒有第一第二名的問題哦 再來我們看到陳時中宣布參選之後呢 截至10月7號 第20度造訪萬華 全力洗刷萬華的破口說陰霾 沒有想到陳時中的金句萬華人會痛 要跟他講就引爆戰火了 在地議員呢就說痛批 這句話根本就是在傷口撒鹽 因為陳時中早就已經把萬華打趴了 而且宣布參選後呢 陳時中到萬華敗票的次數和密集度 高過蔣萬安和黃珊珊 結果中正萬華區的選民最新民調出爐了 陳時中的支持度是墊底的 仇恨只有拿下了三角都的冠軍 達到50.2%過半哦 陳時中在回防萬華到執行市場掃街 這已經是參選以來第20度來到萬華 跟市民多接近 多了解 爭取大家的認同 口中的爭取認同 怕是從轉身參選才開始 尤其指揮中心的萬華破口說 也是陳時中變參選人之後才道歉 以前在立法院的時候 恐怕用詞不是很精確 那我也必須要誠摯地道歉 心疼萬華 态度大轉彎聽在淮南市場 自治會長林盛東耳裡 他比喻 就像是我把你揍一頓 再跟你道歉 你會接受嗎 也沒有說把誰揍了一頓 當然如果覺得有痛的人跟我講 跳樓打鼓的說 翻桌子的說 拍桌子的說 但是他從來沒有聽見過 所以裝睡的人叫不醒 把人家獨打一頓 跟他講說你覺得會痛的話舉手 這難以分子的道理 一席話在先戰火算一算陳時中參選八十七天 造訪萬華二十次 蔣萬安參選一百三十六天來萬華十八次 黃珊珊參選四十一天到萬華十一次 等於陳時中來萬華次數最多也最密集 結果中正萬華的最新民調 卻是蔣萬安以百分之三十八點六奪冠 黃珊珊第二百分之二十九點八 陳時中百分之二十六點三還是墊底 三角度的仇恨值也出爐 陳時中一如以往奪冠 仇恨值過半達到百分之五十點二 勝過蔣萬安和黃珊珊的家總 結果柯文哲被綠營拖下水 說他的仇恨值比陳時中還要高 不可能啦 我青年勤政愛民愛鄉土怎麼會 綠營想轉移焦點 柯文哲完全不奉陪 陳時中的仇恨人設縱然有再多的道歉 但如果都是虛情假意 台北市民自然也不會買單 這讓鍾林辰佑 台北報導 媒體人周玉寇六號開打國民黨 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 就王鴻威就分析了 他一定會聽從民進黨的打選戰的節奏 等不及國慶雙十復出 周玉寇臉書停戰九天又重出江湖 周玉寇或是民進黨的這些側翼 或是粉專或是外圍 其實不只是越過道德底線 而且沒有下線 所以我想在這場選戰 其實民進黨你要很清楚的表態 你是否還是要持續的 跟這樣二職的選舉文化 繼續綁在一起 周玉寇為了付出先鋪梗 十月五號在臉書試水溫 悼念香港資深媒體人李怡 隔天一口氣三篇向藍營開炮 轟蔣萬安一家都是騙子 十月七號繼續追打蔣萬安的家族聲勢 還加碼左批高宏安 把他比喻為林秉書 更又打侯友宜 還說三人的共通點是獨一無二 是黨國特權一序 這樣的一個付出 顯然就是要聽命於民進黨的安排 不能再當一個自走炮 隨便的這個自我發揮 Joyco不僅是自走炮 還變成綠營的傳聲筒 但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民進黨的高層透露 Joyco風暴有影響到陳時中的選情 不過台北市以外都沒有受到牽連 也難怪Joyco可以搶先在國慶前付出 之前民進黨對周育寇出手 包含把他的節目移開新聞的淡黃區 而且NCC也對周育寇的節目罰40萬 這都是為了去挽救陳時中崩蝶的民調 試圖為陳時中的選情來質詢 我覺得他好像不甘寂寞 不罵人就渾身不對勁了 我覺得民進黨會巴不得他趕快閉嘴 Joyco的不甘寂寞在國慶前先暖身 新的寇氏暴風圈恐怕在復出後 擴及到全台灣 記者蕭准延宣抬不到 民眾黨新竹市長參選人高鴻安的 論文爭議不斷延燒 牙醫師史杜華指控拿工費一直玩 同時拿到博士學位不虧是學霸 高鴻安昨天就哽咽的說了 在資策會派駐美國的出差期間 每年都得到績效優等 絕對沒有拿爸媽一張發票機票 如果有我就立刻退選 繼續努力的讓市政的願景 可以被大家聽到 所以我們會繼續來做 我們的一些市政的政見的發表 不管是從我參選之前 到參選之後 到現在 謹慎短短的五十幾天 我很謝謝大家 一直跟我站在一起 成為我最堅持的後盾 成為我最堅強的力量 也給予我很多的勇氣 來面對這些其實 正常可能應該根本不會遇到的情形 大家都在笑說新竹市現在好像在選總統 然後說 然後說新竹市長好像是跟柯建民在選 這都地方上都在講 但是我跟大家講 其實公民參政 那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大家討論事情 討論市政我覺得都很好 但是太多的謀黑跟造謠 我在這裡也要拜託大家 最近真的太多 根本就是假消息在亂傳 所以如果各位有辦法幫忙一下 看到這些假消息的時候 可以幫我們做適度的澄清 新竹市長選戰白熱化 7號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就說 高鴻安是危機製造者 柯文哲就反擊 綠營是動用國家機器在打選戰 另外北市三角都基站 蔣萬安也持續的領先 陳時中幅度是越來越大了 被問到護航高端議題 他則是馬上變臉了 陳時中又踩點萬華 極力甩脫 陳說萬華是破口的負評 力圖展現輕盒形象 但下一秒 緩嗎 他剛剛在臉 一條保持臉線 是7到10年 跟你走一個 對 沒用不好 追問先前 中央護高端的爭議 陳時中秒變臉 日前回應萬華人被貼標籤 陳時中也用一句 有痛可以跟他說 IP冷血官僚 選戰倒數不到50天 陳時中受到周一扣脫序風波的影響 還在發酵 最新民調 蔣萬安支持度增加至39.6% 逼近四成 陳時中則是下降到27% 兩人相差12.6個百分點 差距越來越大 而黃珊珊穩定在第三名 綠營嘲諷黃珊珊受到柯文哲拖累 是因為柯P仇恨值比陳時中高 不可能啦 我覺得我青年青鎮 愛民愛鄉如怎麼會 那他為什麼不說 陳時中的仇恨值影響到他自己 這場選戰打到這裡 我跟他 每天都是抹黑 口水都打一打去 北市薩卡杜基站 新竹市長選情也白願化 柯建民反批危機製造者是他 會告他們的危機 最大危機就是說 他本身就是危機製造者 棍棒把人家打一打 把人家打到重傷 然後說他怎麼身體這麼差 這很奇怪 選戰打得難分難解 老交情的大顆小顆 唇槍舌戰 還互比公信力 看來選後這段交情也難修復 記者黃毅俊 王志恆 台北採訪報導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呢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哦 不會感染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呢 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呢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